第三统着顾牙齿 本影片有应答过程的重点提示 以及技巧的分享 并且检讨这个作品改善的方案 希望提供给考生在准备考试上的一个帮助 一阅读题目画重点 牙医医护人员看诊的小朋友 三种不同的动物拟人画 拟人画是画人跟动物之间的一个结合的表现 不是单纯画人或动物 看牙情境 标题字过牙齿 半径十二公分的证源 这些是题目给的参考图 我直接用其中的一张看诊情境 作为我主要的绘画表现 二构图 蓝色数字是三个角色 绿色是主标题 这边提供六个编排的参考 如果有兴趣你可回放暂停 原规在这笔画园 我没有用尺找中心点 是直接用目测的方式移动去画个圆 用习惯的笔构图 我这里用普通习惯的方式 拿着自己的幸运铅笔进行构图 描远扩现 用熟悉的黑色笔描 我的省时间小技巧是 像手指这个部分呢 在构图的时候并没有仔细化 在描远扩现的时候呢 用这个方式麦克笔画个骨架 再描轮廓 擦掉铅笔线条 就完成了主要的画面 压出轮廓 我选择深蓝色的 再加浅蓝色的 去做一点装饰性的上色 接着每一个动物呢 就开始上色 记得可以用飞白的笔触 这是猫头鹰的翅膀 上各自的颜色 增加黄色的表现 其他上色的步骤如下 画上假字 整齐画上去假字的一个主标题 跟一个内文的表现 并且画上 对 代表照顾牙齿的步骤 再来背景 背景画出小草 然后画出鸦鸦笔记本 这是一个说明书 这边有一个牙齿宝宝 再赞赞 最后小细节细致度并用白笔 就完成咯 结束了没 还没 还要检讨作品 作品检讨 调整大小 讨量角色关系与距离 将猫头鹰调小 调整标题构图 背景以圆形跟小符号 假字增加设计感 原本的说明图 可以改成这三个方案 标题可增加文字设计 牙齿符号或者是牙刷 修改完成 进阶注意名案 修改完成 修改后会比原本的更具有设计 编排美感 一起跟着关 發生啦 Ans阳